这个案子有很难查吗 董哥说一点都不会 查了这么久 只有怎样 就9万块钱 然后你没有检举 我没有办法查 国安也没有市政 总统府讲的你是没有听到吗 然后之前还有 我觉得很奇怪的 韩冰 我不知道高嘉宇 高嘉宇要不要出来抗议 因为之前解放找到的事是什么 黑色豆腐头 高嘉宇说不是 我非常确定那是白色豆腐头 所以黑色豆腐头里面当然查不到 有没有 这什么都没有 那现在高嘉宇消失了白色豆腐头 找了将近两个月没有寻货 也没有任何交代 高嘉宇是最大的苦主 当然他也很尴尬 因为他是民进党籍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感觉上 林秉书的案子水落石出 会违反到民进党执政党的利益 那么高嘉宇是被害人 被打成这样 被霸凌成这样 你觉得高嘉宇会怎么样 还有特权疫苗 这总该查了吧 这个总该查了吧 赚取这个中介特权费 那时候大家打不到疫苗 他可以仲介去打 他还有一个护士女友 每次可以收6到7万块钱的仲介费 这些都不用查 我跟你讲 到时候搞不好 这些东西全部变成 按照警察官的解释片 没有 他在自己自嗨的 他向人家推销 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成功 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东西现在 在我们看来 好像都已经有人出来作证 或是有一些证据都浮现了 可是他都可以告诉你说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媒体说的 都是有些人出来爆料 都不是真的 就结束了 那高嘉宇呢 抱歉你那个豆腐头 我告诉你永远都会消失了 那个东西是 林秉书保命的工具 他绝对不会把它露出来给你 我相信现在 还有人窝藏着林秉书的证据 这些证据还藏在一个 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 那至于高嘉宇的抱怨 高嘉宇虽然已经跳出来说 说希望继续延压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检方会不会买他的账 我看恐怕未必见得 现在主要是 他们要去 像刚刚大千讲的 他的损害控管 如果一旦调好了 大家条件都讲好了 林秉书就会出来了 那高嘉宇的讲话 根本对民进党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大家不要忘记 虽然民进党在公投赢了 可是呢 他们最近出了一个 就是评分表 KPI 高嘉宇是被列在 办事不立的那一块 因为台北市 他们打得不漂亮 四个不同意 比四个同意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其实是有 随时有理由可以修理高嘉宇的 所以高嘉宇现在正处于 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他叫两声可以 可是如果叫多了 或者采取比较大的动作 老实际上 民进党未必会支持他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高嘉宇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个人认为 大概就是叫两声而已 不会再叫多了 因为他知道叫也没有用 那至于说 你说中介疫苗特权这个东西 高嘉宇更不敢叫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就是当世人之一 他怎么可能会去 要求穷救这件事情 求说他自己搞不好 也要跟着倒霉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概是不了了之的成分居多 因为检察官本来就不想办这个案子 他现在只是要怎么样办的 在政治上做得漂亮 其他根本对他来讲就不是重点 给黑色的钩原点 因为他理解了 就是实际上内 麻烦 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